在花了十一章的篇幅 论到上帝如何在基督里称 信的罪人为义的这样的 福音性的教理性的介绍之后呢 十二章开始呢 保罗就谈到了基督徒的生活 然而谈到这个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说到 我们的敬虔的生活 或者说换句话说 就是属灵的侍奉 理所当然的侍奉 合理的侍奉 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慈悲恩慈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 基督教的伦理 或者基督教的所谓的善 不是凭着我们人自己内在的力量 而是基于上帝救赎的基础 离开这个基础的话 所有的伦理 或许可能在社会上被称为善 或许可能被众人称善 但是在上帝的面前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 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行 在神眼中看为善 看为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就应当活出那种理所当然 这个理所当然我们说 一方面是基于上帝已经给我们恩典 另一方面我们也谈到理所当然是 其实救赎的目的是恢复创造的目的 救赎不是给我另一个事情 而是要恢复上帝原初创造我们时候的目的 亚当创造的时候的状态 可能和我们将来在天国里的状态不一样 我们在天国里的状态是被成全的 比亚当原初被造的状态更好 更完全 因为亚当那个状态可以犯罪的状态 但是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带着复活的身体 成全的灵魂 那样的人呢 是不可能在犯罪的状态 是更高等的完美完全的状态 但是所以说我们说救赎的目的 不是要恢复我们 重新回到亚当堕落前的状态 而是要恢复上帝原初赐给亚当创造的目的 原初上帝就要透过亚当 从一本生出万足 要产生敬虔的后裔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以上帝为目标 以上帝的旨意为指导 都是成为一个侍奉神 作为神的王子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带着从上帝所托付的这个使命 在地上生活的这样的人 但是因为亚当堕落那一瞬间 他既离开了神的面 离开了神的主权 离开了神的旨意 离开了神创造的目的 离开了神给我们的价值秩序 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心意 所谓的偏心己路 这就是所有最共同的特点 在神之外 寻求自己自主的这样的生活 自己定旨意 自己定目标 自己在自己或者自己手中的工作当中 寻求满足 不在上帝那里面 所以保罗说我们如今已经谋恩了 理所当然的就是应该回到原初 创造我们的时候 应该在亚当失败的那个地方 亚当如果不堕落的话 就会很好的侍奉神 但是他在这番事情上失败堕落了 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 献上那个属灵的 何呼声心意的侍奉 那么这个侍奉的特征是什么呢 如何更好的侍奉呢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这个被罪恶堕落的这个世代 我们不要效法 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是已经蒙救恩的人嘛 我们曾经认识福音之前 信耶稣之前 我们已经在堕落当中生活了很久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当中 我们里面本性当中 亚当的堕落的本性 加上我们所属的文化圈 时代的精神影响着我们 我们里面有很多 像罗马书一章里面所提的 心智昏昧的 偏行己路的那种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 那侍奉神呢 肯定是不能用埃及 属埃及的那套理论 埃及拜偶像的原理 埃及的那个价值观 所以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一定要更新 不被更新 或者说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跟这个世代价值观 思想一致的话 当然我们说这个思想一致 不是说所有基督徒的想法都另类 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 常识性的 这个普遍恩典里面的 一般启示里面的 那个通识我们都一样啊 但是在文化里面有一些是堕落败坏的因素 是抵挡神的 那个我们要更新啊 不能效法 不能按照这个世代的那些抵挡神的精神和原理 价值去适合神 所以要更新 不更新我们的意念的话 我们就成为绝缘体 或者不良导体 甚至更可怕的就是那种强有力的那种 电阻呀 阻力啊 上帝的旨意成为抵挡神旨意的人 所以更新新意成为我们的心思呢 被更新了之后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向他造主 造他主的形象 所以一个人被心意更新了 才能够查验 何为神善良 纯全科学的旨意 如果不被更新 带着旧的头脑 带着旧的观念 带着属埃及的价值观 然后进入到教会里面 用自己的热心 用自己的想法 用抵挡神的 不属神的那些观念去侍奉神的话 这个不能成为师父 我们以旧约出埃及记 出埃及事件 到西乃山下 花了一年的时间 教导他们侍奉的原理 然而他们虽然得到了这个原理 在那里面训练了他们 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 三十八年之久 四十年期间 我们事实证明 他们并没有很好的 照着神的旨意 神的意念去侍奉神 常常被你违背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新意更新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心的 意念 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明白神的旨意 就谈不上 侍奉他 你说我很孝敬你父母 我爱死你了 然后你父母就讨厌吃炸鸡 你就说 韩国炸鸡可好吃了 买个最贵的 然后给他 气死了 你连我不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吗 然后我孝敬你 我可喜欢你了 我今天在韩国 我就不上学了 我打工 然后赚了好多钱 又给你孝敬你养老 给你养老 你父母气死了 下半辈子 你就为了这几万人民币 然后你就毁了 不上学 好好那个 不好好上学 然后就为了给我钱 父母可能更对你期待的是 让你好好学业有成 你的人生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我说 你的价值是 我现在钱最重要 所以把钱要挣到手 我拿给我母亲买好衣服 给我父亲买他喜欢的 所以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一厢情愿的 想讨好对方 孝敬也好 尊敬也好 但是线上的 不一定对方是所要的 你如果要讨好对方 你先要明白 对方的心意什么 恋爱的就不用说了 大家比我都懂 出对象 然后结果对象最讨厌的 你喜欢看恐怖片 但你对象喜欢看那个 浪漫的什么爱情故事 你就说 今天出了恐怖大片 然后就领着硬拉着他去 他讨厌死了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只喜欢你自己喜欢的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侍奉神 其实原理一样 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 神的作为 神的旨意 神对我们的期待 要求什么 我们的心思和神的心思一致 我们的心意被更新到 调频到和上帝 想上帝所想的 爱上帝所爱的 恨上帝所恨的 这样的基本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谈 坐在神的心意上 侍奉神 我们之前也谈到 出埃及记 所有的会幕的器件 制造的流程 安装 包括以后在那个会幕里面 如何侍奉 所有详细的细节 都是从山上 指示摩西的样式 去做的 所以那里面 反复的说 摩西就照着 耶画所吩咐的 完成了一切的功 等等 所以 侍奉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 这样的话 才能蒙神 悦纳 那谈到了这样的 大的原理 我们每一个人 将身体献上 将我们的生命献上 这个就超越了 狭隘的什么神之人员 在教会里面 而是指的 每一个生活的 每一个层面 我们整个人生 就应该成为 侍奉神的人生 这也是上帝 创造和救赎的目的 他要救赎我们 不只是 仅仅让我们 进天国不下地狱而已 他要救赎我们 恢复到 从人论的角度 是恢复 神的行星样式 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 几乎完全丧失 扭曲了 从这个目的论的角度 他要让我们 重新恢复 为荣耀神而活 让上帝 成为我们的人生目标 从这个 这个存在的角度来说 让我们这个存在 不再虚度光阴 而是成为一个 神的儿女 不再是仆人 去侍奉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过去可能 受天主教神学 或者神秘主义 敬虔主义 思想影响 我们认为 侍奉都是那些特殊人 做宣教士 做牧师 做传道 做执事 做长老 所有其他人 都是平信徒 踢着小拼头 平信徒 来教堂里 冲树 平时拼命赞美 拼命祷告 拼命奉献 然后教会有什么活动 拼命享用号召 我只不过是 一般普通老百姓 在圣经里面 我再次强调 特别是受到 近现代一些 复兴运动之后 带来的门徒训练 所以 门徒训练 课程里面 就重新定义了 门徒的概念 把门徒定义为 那些经过一定训练 比一般 只是做平信徒的人 更高级的基督徒 什么在 现在韩国 有一些带有一端性的 那些 门徒训练里面 除了新使徒时代 其实 双翼 也是带有新使徒性的 他属于我们 和同教派 釜山的什么 那个地方 有个教堂 按理说 总会应该治理他 但是因为教会 太大影响 所以教会腐败 教会大到一定程度 势力大到一定程度 其实 按理说 神学什么调查 其实审核了 有一端性在里面 已经警告他了 他自己说 怎么样 纠正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按理说 这种应该纠正才是 但是他的那个思想 还没有纠正 结果 在中国也翻译成中文 对中国也影响很大 中国人很迷信 各种门徒培训的 因为中国在什么 各个方面都缺乏 什么双翼等等 很多这种program 就到了中国 结果中国基督徒 这个饥渴沐浴 但是又没有分辨力 然后加上传统的 中国教会 已经受到一些灵恩派 一些等等影响 所以对这种 这种训练课程 没有免疫力 但是我看着就是特别 着急 然后那个课程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强调那个秩序 还有就是所谓的 这个门徒训练 我在釜山的时候 经常遇到他们教会的 一些人给我传 他说你参加 受没受过训练 就特别骄傲 这个紧止不住就骄傲 他特别有自信 你要好像不训练的话 你就不能成为主的门徒 一样 但是我跟大家说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 平信徒和门徒 这个概念的区分 圣徒 称基督徒为 圣徒 然后称基督徒为信徒 称基督徒为 门徒 新约时代 耶稣时代区分了 这个使徒和一般的 七十人和十二个人之间的差别 但是因为使徒有特殊的 这个承载 启示的这个使命 但是除此之外呢 所有的人 包括使徒 他们都称为门徒 所以门徒并不是一个 特殊的阶级和名称 是所有若不卑之私价 跟从主的人 就不配做主的门徒 里面没有说 你这个没经过培训 不能成为门徒 却能得救的一般的平信徒 如果按现在的逻辑来说 所有的平信徒都应该下地狱的 为什么 一个不做门徒的平信徒 在圣经里面不存这种概念 所有的信徒都是门徒 都是必须追随基督 侍奉基督 以基督为主为王的 这样的人才叫信徒 那种只是来礼拜重个数 偶尔这个奉献点小钱 然后平时生活当中 都自我忠心的 活在自己里面的人 这种人 圣经里面从来不称这种人为信徒 顶多成为伪善的 形式上的 名誉上的信徒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知道 没有这种所谓的门徒概念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活 亚当被造的时候 就是应该为主而活的一种存在 耶稣来救我们也是应该为主活 那个不要想着 牧师就应该在教会里天天为主活 那我就是为自己活 不是这种概念 你在你自己的 这个咖啡厅里面 你在自己的单位里面 你在自己的学校里面 你尊主为大 遵行他的旨意 把手中的工作出于对神的爱 真的是对神的爱 活在神的面前去实践主的话 包括你在家庭事务当中 做妻子 做丈夫 做儿女 不同的角色 为主而活 成为侍奉神的人 这是所有人类 所有人类应该尽的本分 只不过是一般的人类 自然人他们不晓得 他们偏心几路 随着亚当堕落的本性 过自己的生活 与神为敌而已 基督徒是被圣灵福音光照 灵魂苏醒过来 重生了 明白了 原来我这种存在 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有这样的指级计划 开始恢复这种目的 这种生活的过程而已 刨物线最底端 堕落到最深 重生的一刹那 持续的更新 我们开始渐渐的恢复 那种侍奉神的生活 所以马拉基书末端的时候说 上帝将来要区分那些 是奉神和不是奉神的人 这个不是区分 祭司和普通老百姓 是是奉神 凡有血气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奉神 只不过是有人 被你不是奉神而已 所以弟兄姐妹 大家最大的目标 最终极的目标 最根本的目标 最存在最根本的价值 是你要为上帝而活 不要把它想得太高 好像太伟大 那些被圣灵充满 我们所谓的圣灵充满 都是特殊的一些人 不是圣经意义上 圣灵充满 那每一个人 都应该为主而活 我们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侍奉这位永生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自卑 看我们自己 单看我们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 什么都不是很平凡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 我们在神的面前的 上帝造我们 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存在 再卑微的人 只要他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 他在神的眼中 就是宝贵有价值的 虽然在社会里面 我们堕落的文化 这个社会秩序 什么儒家文化也好 共产主义社会里面 按照人的财产和权力 划分人369等也好 那都是败坏的 堕落的这个世代的价值 上帝看我们是 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他对神的敬畏 忠心 爱 顺服有多少 他是不是真的一个实现 上帝创造 就属他目的的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去 去侍奉神 这就超越了旧约的某些特殊阶层 祭司那些人 专心在圣殿里侍奉 这也超越了罗马天主教所定义的 除了那些书籍主教 神父 这个主教们 教皇们 才有的这个侍奉权力 延伸到所有信徒生活 这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所以宗教改革家们 从马丁路德开始说到 人人皆祭司 人人不是都是牧师 但人人不需要中宝 除了基督中宝之外 不需要在其他的特殊的宗教阶层去认识神 虽然上帝设立了牧师 作为教导我们认识真理的一个媒介 因着我们的染入上帝需要 上帝按着我们的需要给我们 但是他不同于中宝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借着基督 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每个人都是应该成为君尊的祭司 彼得前书里面说 圣洁的国度去侍奉神 献上各样属灵的恩赐 所以侍奉神是我们 作为人最大的本分 荣耀 你可以被这个时代弃绝 但是你不能不侍奉神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了 身体当活祭献给神 侍奉神是每一个人的尊荣特权本分 那紧接着呢 我们从三节开始到八节 就具体谈到了侍奉的一些事情 像五节往后就谈到了很多 六节往后 不同的恩赐等等 那三节呢 这个解释呢 学者之间有些差异 为什么 三节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个盖尔 这个保罗有的时候用盖尔 这个因为不一定是必然是讲原因 因为你发现前后 二节三节 二节三节之间 这种没有明显的这个因果关系 似乎他俩是平行谈 侍奉的事情 前面说到我们要将身体现成当作活祭 查验神何为神 善良纯全可学的旨意 这样的事奉是利所当然的 然后三节就继续说 我凭着上帝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和一节里面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理解 这个不是纯粹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而是保罗并列的 或者是补充的去谈到 这种侍奉 前面是大的原理 后面呢 稍微我们看到范围更窄了 更具体了 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又跟前面一样 这个 就是不要 前面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希腊语都一样 然后这里就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 信心大小看得呵护中道 这两个句子 几乎是平行对裂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说 保罗是在进一步说明 这个侍奉的一些原理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否定的 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什么叫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这是比较中文化的翻译 就是不要过高评价自己的意思 换句话 更那个有点这个犀利的 就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评价 过高的评价自己 那保罗讲这个话 到底在讲什么呢 不要过高的评价自己 这是否定了 不要高看了自己 然后要什么呢 要照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 简单的就是说 要看得呵护中道 就要恰当合适的 合理的看待自己 保罗在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侍奉的人 如何侍奉呢 应该不要过大的评价自己 然后要恰当合理的 适当地评价自己 也就是说你们要恰当地去认识自己 那这里面说怎么认识自己呢 说到照着上帝 奔给个人的信心大小 这里面说 Pi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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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了 原形是Pistos 它是名词 按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 那这个就 我们中国人就容易误解 我信心很大 所以我按着信心大 我就按着我那个大的信心 来看待自己 仔细看 这个不是指 那个这个意思哈 信心呢 有的时候是强调 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那个 心理上的信心哈 信赖 信靠 但是这里面我个人觉得 信心它是名词吗 应该把它理解从 一般也翻译成信仰哈 那信仰不管是强调我们心理上的问题 信仰 比如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信仰 更强调的是信仰的内容 比起我心理 当然信心有这方面层面 所以我说这个翻译 按照文脉来说 更贴切的是 照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信的内容 也就是说知识 加尔文牧师常常把信心称之为知识哈 当然这个知识不是我们 现在所认为的知识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或者是那种受到近前主义 神秘主义已经宠化的那种知识 知识头脑的知识 知识就是信心 认识神就是关乎神的知识哈 所以信仰也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内容 是对神的认识哈 包括这个知识是包括对我自身的认识 所以要照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仰 对上帝旨意的理解 晓得来评价自己 保罗曾经在其他经文里面说 这些人是用自己衡量自己是不通达的 用自己衡量自己是我们人的本性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自己衡量自己 我们自己的标准 或者是对自己的爱那种衡量自己 一般这种情况多少都会过大评价自己 把自己想象的比自己实际更好 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里面保罗说 照着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客观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的知识 前面也说到心意更新而变化 按照神的旨意来衡量自己的时候 看自己就会看得合适 按照信仰的内容 按照神的旨意 我们才能恰当地衡量自己 看自己看得适中 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谦卑是 基于认识神 然后从而带来的对自己的认识 一个人认识自己就不会自卑 加上感 自卑感 自卑是好事 所以你们要自卑 福在神的大能处下 谦卑的意思 但是自卑感是自爱的另一种表现 自卑感 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比不过别人就自卑感 这个不是自卑谦卑 然后反过来呢 自卑感的同时翻过来 另一面就是骄傲 跟那些比自己弱的人比较 发现比自己有优越感就会骄傲 这是紧止不住的 这孪生兄弟 饼的两面 铜板的两面 自卑感强的人 骄傲心也强 同时在一个人格里 我们人就是这样复杂 所以这里面说什么 看自己看得恰当 是透过神的话 在神的创造 神的救赎计划 神的执意当中 发现我这个人存在 也包括上帝在我里面 给我的一些长处 还有我个人的短处 因着认识而带来的认识 这样的话 就能够恰当地看待自己 当然这个需要过程 不可能一个人刚信主 马上就恰当地认识自己 某一个层面可能 瞬间就恢复了 但是其他的层面 要不断地随着认识信仰 而看着自己 看得更整全 更合乎中道了 那这里面到底要讲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面讲到 让我们要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恰当地看自己的基础 他说又说了一个盖 这个盖是真的是原因 因为一个身子上 有好多肢体 肢体也不都一样的用处 他说到 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要恰当地看自己 然后因为 一个身体上 也有好多肢体 但是不一样的功用 也就是说 他谈到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的这个事情 基础是 就像 因为是解释了原因 原因是 他说的这个 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 然后因为后 前面 正如 用英文的发音是 韩语是 英文是 正如 因为什么呢 就像身体 一个身体有好多肢体 身体也不都 这些肢体也不都 有一样的功用 我们看到保罗要强调 我们要看到合乎中道的原因是 像身体一样 他举个例子 犹如一个身体 身体有一个单一性和多样性 单一性这里面说到 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 这里面希腊文是 any 然后许多呢 是 pola 一个身体 但是有许多的肢体 一和多 身体的 这种 同一性和多样性 一元性和多元性 一个身体 但是有不同的肢体 他要说什么呢 但是 虽然一个身体 有很多的肢体 但是 所有的肢体 都不是同样的行为 或者职责用途 大家能够理解了一点意思吗 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就像身体 有很多的肢体 但不都一样的功用 所以说 他在其他的经文里面 其都是嘴吗 其都是眼吗 其都是耳朵吗 什么意思 格林多教会里面的肢体们 在那相咬相吐 互相争 我是保罗派 我是亚伯罗派 我是基督派 我是这个圣灵派 我是什么 其他派 然后 彼此争论吗 彼此瞧不起吗 然后保罗对他们说 其实他们争论的基础 是骄傲吗 没有爱心 然后 他们骄傲的基础 是因为不同的恩赐 保罗就责备 即便你们是会说天使的话 即便你们说的方言再美 天使的话就比一般的方言更高了 保罗故意用最高的那个 他们达不到羡慕的那个标准去贬他们 就算你能说天使的话 没有爱就什么也不是 就算你有信息能依删 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大信息依删 但是用最大的信息来 你如果没有爱 什么也不是 就算如何如何 就贬低他们 后来让他们谦卑 后来跟他们说 其都是说方言的 其都是 说预言的 其都是先知讲道 就是肢体各有功用 所以当时的罗马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保罗却具体地教导他们 有可能 有的学者认为是基本的 有什么情况 那有的学者是认为 其实就是普遍性的一些教导原理 但是我们看到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的时候 稍微有点问题 对不对 好像这个有的人吃蔬菜 觉得挺这个信心平安 然后有的人吃肉 就觉得就吃肉的论断吃蔬菜 吃蔬菜就论断 说明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虽然我们不知道准确什么 但是保罗劝他们 要看自己看得适当 恰当正确认识自己的 正确自我评估的意思 正确有一个自我形象的意思 根据神的话 根据神给我们恩典 根据神给我们的信仰的知识 正确地去评价自己 世人不懂得评价 正确评价自己 因为他不认识神 一个离弃神的人 他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他自己 失去了他的参照 因为他存在的基础就是神 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也是从神来的 上帝赋予他的 他不认识神 他就不可能从神那里获得 他对他自己存在究竟是什么 高级动物还是人 神的形象是 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 离开神 所有解释他存在和价值 人生的目标和意义的根基就没了 所以人只能在自己里面 或者在自己外面去 给自己附加那个意义 心灵的本性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有意义的去活着 但是那个意义到底什么呢 人自己给自己创造意义 创造价值 定目标 然后才能稍微 麻痹下自己的那种心灵 但是教会里面的人是需要 透过福音 透过真理 正确地评价自己 那么作为教会里面 他用了身体 一个身体 多个肢体 再多也是一个身体 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特性 如同一个身体 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个身体 各自做肢体 保罗的教导里面 哥林多书里面 以弗所书里面 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个 基督是元首 教会 地方教会 虽然都是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地方教会来说 我们也是 都属一个身体 领杯的时候 一个杯 领饼的时候 一个饼 一个饼的 为什么 那种象征着我们都是同一体 一体嘛 然后掰开 分领的是一个饼 都是一位基督 一个身体嘛 属于一个身体 所以 一个身体 说到我们的合一性 多样性的 多个肢体 说到我们的 多样性 差异性 所以在这里面 既然许多肢体 功用不同 就要 恰当地看待自己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这样呢 不只是认识自己 恰当地认识肢体 各自的不同 他有好处 就克服自卑和骄傲 第二 也能各就其吃 让自己得益处 让别人得益处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以前就是特别自卑 但是他信主之后 鉴定在福音里面 他发现了他自己 在神的面前的价值 原来他只看到 自己的不足 为什么 跟别人比吗 后来上帝让他看到 他有很多弱点 他就在神的面前谦卑 骄傲不起来 因为毛病太多 然后另一方面 上帝也让他看到 他在上帝手中 上帝给他的恩赐 他就能够满足于上帝 给他的恩赐 去祝福别人的 天生我才必拥用 这种世俗的话 应用在教会里 也是有相通的部分 在教会里面 保罗说 没有一个肢体没有用的 最羞辱的 我们觉得最羞辱 最卑贱的肢体 也是有用的 身体上汗毛 有很多种头发 睫毛 什么手毛 叶毛等等 没有一个毛是多余的 小的时候 这个上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青春期嘛 我们都 那个时代的什么 四大天王嘛 其中就喜欢一些明星 发型 我的头发是又卷又硬又厚 然后洗完了一吹 那个时候营养可能也不太好 然后长个嘛 营养不足 头发就干燥 蓬蓬着 然后还带着羊毛卷 就特别讨厌自己的头发 羡慕那种又直又顺溜的 那个时代又飘柔啊 什么海菲丝飘柔 听过没有 现在是还有吗 还有 然后就天天喜 就想把这个头发整漂亮一点 没招 改不了 后来就放弃了 但是很自卑 觉得头发 看那些侄子就羡慕得不得了 顾富城啊 什么刘德华啊 那种 那个年代的 然后 现在看来 后头发是上帝的祝福啊 来了韩国 这种压力啊 熬夜啊 营养啊 你回韩国 回中国之前留下最多头肤的人是胜利者啊 拿了博士 然后变成地主牌了 开玩笑 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有意识到有些长处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就自卑 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 不恰当比较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是好的 但是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好的 在教会里面 格林多教会里面彼此比较的时候 夸耀羡慕那个别人拥有的 看不起自己的时候 肢体之间就互相比较 保罗说 最卑贱的肢体也给他大的荣耀 所以就像一个身体似的 卑贱的也不至于被冷落 太 好像看着显明的 这个一般显明出来的器官 显明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常常受人瞩目和称赞 可能得更多荣耀 但是卑贱的也不能忽视他 这是身体的特征 上帝教导我们教会里面一样 所以那些这个小脚趾头也不必要太自卑 然后羡慕手 小拇指 什么这个无名指 真好贵重的饰品都带在那个趾头上 然后脚趾头天天捂在鞋里面 也不被人发现 其实每一个器官都不能忽视 所以保罗就用这个身子 肢体多 不同的功用 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伙中道 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自己合伙中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避免自卑感和骄傲 或者是不恰当的攀比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面 所以这个自己就会幸福和平安 第二 它也会带来秩序 为什么 你不同的恩赐 你意识到我的恩赐就这样 所以我就满足我的恩赐 我就在我的恩赐上去造就别人 别人有别的恩赐 别人在他的恩赐上 因为给你某个恩赐或者工具 它就有相应的功能 对不对 给我们嘴巴就让我们唱歌 发声说话 对不对 当然嘴巴有多重功能 还吃饭等等喝水 眼睛有看的功能 耳朵有听的 耳朵和眼睛之间功能不能互换 对不对 所以别人代替不了你自己 因此你也不必要跟别人不恰当的竞争 满足于自己的位置 当一个人这样的自信 这种健康的自信的时候 他就能够和别人合作 让别人也会感到舒服 也不会感到威胁 不会去越过自己的范围 去到别人的领域 给别人造成威胁和压力 然后也会不会惦记着别人威胁我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是自己独特性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健康 他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怎么讲到这个心理学方面了呢 因为教会里面出现 你吃肉怎么怎么的 人与人之间问题嘛 保罗讲这个准确 我们不晓得到底为了什么 但是他提到侍奉 你自我认识 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很重要 言外之意 别太骄傲 也别太自卑感 是吧 没有必要 各样的肢体差异 功用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都不可缺 每一个都不可缺 虽然做牧师 这个站在别人面前 一个人站着假 后面大多数人坐得挺 好像挺荣耀的 牧师其实更危险啊 容易不认识自己 容易广教导别人 不教导自己 变成能说不能行的人 然后牧师也容易遭到别人的瞩目 所以有的时候 最终将来到天国的时候 虽然牧师有牧师的责任啊 但是将来这个我们说 新功论上 假如说按新功论上 上帝真正称赞谁 我常常说 可能背不住我们中间一个默默无闻 在背后念不敲祷告的人 或者默默地服侍的这样的人 可能比看似在前面晃荡 轰轰烈烈 这样的人可能更萌生喜悦 为什么上帝不止按才干受托 审判的时候 评价的时候 也按着他给我们的多 向我们多要 所以有的人忠心 是不是你按着牧师给了 给牧师二百 假如说不恰当的比 给牧师二百 然后给那个人五十 上帝不会按着你的牧师的二百 去评价你的五十 是按着你的五十 给你的评价 给了你五十的能力 给了你五十的恩典 你百分之百行使 活出五十的能力 他就是一百 在神面前是忠心善良的 牧师给了二百 给了二百的恩典和二百能力 活了一百五的恩典 还有五十亏欠 比起五十的人三倍 但是他不及格 不能说不及格 他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忠心 所以比起来的话 就不如那个五十的人 所以在上帝的面前 大家不必要过激去评价 跟谁竞争攀比 因为你各自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要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评价自己 正确地看待自己 在教会这个肢体里面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 什么样的肢体 什么样的恩赐 什么样的功用 发挥上帝家中你的功用 去侍奉神 去造就别人 这个是重要的 身上的肢体众多 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 言外之意 你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在神的面前 在哪方面 上帝让你特别的去侍奉 要发现你的恩赐 你别说我就是平信徒 意思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上帝给你恩赐 就是让你发挥功用 造就别人 对不对 身上的器官 或者是长在身上的 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 它的重要性 对不对 以前我们女生觉得 我汗毛太这个多 讨厌 拿那个刀瓜 或者是抹那些 退毛的那个液 其实那个女生 可能她有她的体质 她的体质就需要那样的 那么相应的比例的汗毛 去这个维持生理上的健康 排汗也好 什么对不对 大家都懂 比我都懂 对不对 只不过是从我们的 所谓的美的这个概念上 觉得她有点令人讨厌 但是就她身体的健康 和功用的时候 她就有用 比如说这个眉毛 睫毛 睫毛 它变成这个保护眼睛的 这个门脸 这飞虫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飞虫 挡在这个睫毛之外 像个防控 防控门似的 灰尘也好 飞虫也好 就挡在外面 对不对 这个眉毛也不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下雨出汗的时候 这个汗水就从旁边 像这个雨帘似的 把这个雨都 不会流进眼球里面 是不是 那这两边的沟 我就特别讨厌 我这两边的沟 天生的 这不是跟年龄没关系 所以我母亲了 这两边的沟 像个哭 那个两个字 是吧 就是这两边的沟 特别讨厌 后来发现这个流汗的时候 就顺便这流 他就 汗水就从顺着这个鼻梁两偏 然后流流流流 他就不流进嘴里面 有好处 所以身上每一个功用 都是有用的 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个子高有个子高的好处 个子矮有个子矮的好处 虽然大家都喜欢长高个 但是不一定高的人 都是伟人 对不对 我们世界上 好多个矮的人 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对不对 所以 什么意思呢 保罗在这里面 很重要一个概念 要想很好的侍奉 很重要一个就是 看自己看得合适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故意扩张了一些 从心理学上扩张了一些 就在社会上一样 虽然在社会上 可能一些原理 是弱肉强食的原理 拼的是肌肉块 拼的是财富 拼的是权利 甚至拼的是爹 等等 拼的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教会里面 在上帝眼中 他如何看待我们 虽然他不是纯粹的那种功利主义 只根据我们的功能去看待我们 他是已经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 我们都是他可爱的儿女 但是他按照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有一些是天然的 我们出生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天赋 有一些是超自然恩赐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渐渐在教会服事里面 显明出来的一些 特别的服事的恩赐 但不管怎么样 上帝给这些恩赐 不是给我们什么人 根据我们的人的尊贵卑贱 给这些恩赐 随着他自己的美意给的 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的 美意给的 然后我们都带着同样的 像彼得所说的 都是无论弟兄还是姐妹 都是同盟基督 同样的宝血 赎买的尊贵的人 不是女卑男尊的概念 同样的宝血 同样的基督 花了同样的代价 赎买了我们 所以不存在什么 人格上的高贱低卑贱 但是在这种同样尊贵的人当中 上帝随着他自己意思 给我们不同的才 才干恩赐 让我们彼此建立 就像牧师一样 牧师可能对真理理解 有一些洞察力 为了教会的缘故 可能有一些 可能表达能力 比某些肢体表达的好一点 能够把一些东西说清楚 但是牧师不等于全能的 因为他只是一个肢体 某个功用 甚至有些人可能 供恩赐多一点 但是他也要依赖 其他的肢体彼此服侍 教会不是靠着牧师一个人维持的 正常的教会应该所有的众人都彼此动起来 我们彼此服侍 牧师有他的弱点 你有你的长处 这个群体某些方面需要牧师做 某些很多东西需要其他的肢体去服侍 彼此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都互相作用的时候 整个身体的功能 各个功能去发挥的时候 整个教会才成长 如果我们把保罗的内容 引申到以弗所书的话 就发现各就其职 成全基督的身体 然后让这个身体渐渐成长 长成基督蛮有长成的身量 这是上帝的计划 让地方教会 不管是人多人少 让我们彼此在真理理上达成一合一 然后每个肢体在献出自己的恩赐 去跟别人服侍的配搭的时候 虽然可能会有矛盾 不侍奉的时候不会有矛盾 侍奉的时候就发现 个性的问题 看法的问题 彼此摩擦的时候 渐渐的各个肢体 在协作的过程当中 身体也成长 自己也成长 在侍奉当中成长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为了更好的侍奉 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 恰当地认识自己 自己是谁 自己的才干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得合乎中道的话 也不卑也不抗 能够和平地对待别人 也不怕别人威胁到我 是吧 因为你是不可代替的嘛 对不对 所以也不去威胁别人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 站的位置和功用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在教会里面需要这种 各自对自己恰当的知识 这样的话 我们彼此合作 既带着恰当的自尊自信 然后彼此谦卑地服侍 共同基督的身体得以成长 所以这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 讲到救恩之后 讲到我们理所当然的 事奉之后 整个人生就是应该为圣而活 但是他好像这个视角就缩小 缩小 更具体化 就具体到地方教会里面 我们各自要看自己合乎中道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小的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掺拉 彼此依赖 彼此益存 彼此服侍的时候 我自己也带着平安的心 去服侍别人 别人从我的服侍当中获益 我也从别人的服侍当中获益 一同成长 包括刘青一样 刘青肯定有他 上帝给他的恩赐 因为上帝说 我们身上的任何器官 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一样 问题是你不要那个 总逃避 总逃避 自己躲起来 我没有用 这个 然后自己就变成一个 好像 那除非是病态的情况 这个神经坏死了 某个指头控干了 某一个部分就坏死了 那个地方 对吧 丧失功用了 正常的话 我们都要发挥功用 对不对 所以 盼王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 认识自己 然后在共同体里面 也认识自己的角色 求主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更好的服侍 然后后面我就不详细讲了 后面罗列了很多具体的 他就说 原理之后就谈到 一个身体 各个肢体 各做肢体 互相联络做肢体 然后六姐 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这就我已经解释了 恩赐不同 公用不同 各有不同 他提到了 说预言 当然 圣经写作时代 那个时候有预言的恩赐 但是当 使徒后时期 预言的恩赐 就不赐下什么 兴起 甚至预言的恩赐就没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知道 使徒时代是有预言恩赐的 那今天呢 不存在这种 说预言就是先知讲道 就是说解释圣经 解经讲道的意思 然后做执事 说预言的人应该照着信心的程度 凭着信心 所以信心很重要 然后做执事 就当执事 这里面没有专一 原文里面没有专一 执事嘛 那你就发挥你的执事功用 斯蒂凡 什么等等 这些执事管理 一些捐书 照顾贫穷的人 这样的事物 然后还有就是教导的 就当教导 教导的 当嘴的 就说话就行了 劝话的 就当劝话 可能有些人 有劝勉的恩赐 探访 施舍的 那可能有些人 条件比较好 然后又对别人 那个 的需要又敏感 就特别愿意 连绵帮助别人 那你就施舍 当诚实的施舍 治理的 那有些人 比较有管理的恩赐 教会里面 像我们是没有独立的教堂 但是即便没有独立教堂 有些人就打扫卫生 什么 这个管理特别好 这个 有些东西 让他碰几下的 那个井然有序 碰几下就特别好 这样的人有 什么百书 什么位子 包括卫生 有些人治理 不管是什么 治理场所 包括教会治理 也是一样 怜悯的 就当甘心 有的时候怜悯 就是特别有怜悯的 那样的心情 看见别人需要 就自己受不了 愿意去帮助别人 所以你就甘心论义 别那个不甘心 等等 所以各样的恩赐 上帝有不同的要求 你发现你的特 所谓的特长 恩赐在哪里 你就在那方面去 服侍别人就好了 那服侍的原理 有的是专一 有的是甘心 有的是要信心 有的是要诚实 有的是等等 那当然这个所有的基础是 我们要按照神的知识 我自己是当作活迹献给神 然后又发现自己的恩赐 看自己和后中道 然后在这个共同体力 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去服侍别人 让别人从我的服侍当中得益处 同样我也从别人的恩赐当中得益处 这样的话渐渐形成一个联合的 肢体互相配搭的 互相服侍 从对方获得服侍成长的同时 自己成长 别人也成长 这样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 一种理想的教会模式 像身体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也一样 这个成长的模式 也不单是靠牧师去推动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靠着神的恩典 发现自己的恩赐 往这个方向去追求 新约的类型的教会 这种实质性的 比起教会行政 虽然教会作为组织也要有行政 但是作为服侍的这样的肢体配搭 我希望大家 我们以后更多的去实践这方面 发现自己的长处 然后不要闲置自己的土地 然后我们这样服侍的时候 这样可能才营养比较均衡 那全教会都是讲到的 全教会都是行善的 全教会都是劝化的 全教会都是治理的 这样的教会都奇怪 肯定应该正常的话 多元的多样的 是不是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盼望一面祷告 然后一面正确的 恰当地看待自己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服侍别人 也从别人的接受服侍 才能够更好地去 侍奉上帝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认识神 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和恩赐 并且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又将自己融入到这个肢体当中 去彼此配搭服侍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